韓生大作看似睡得很沉 但身体却在缺氧 睡眠呼吸种止症 越睡越累 白天想睡觉晚上睡不着 身体始终混乱 各种睡眠障碍 带动睡眠黑科技 还不到30岁谢小姐 作为业务每天被业绩追着跑 直到睡眠严重出现问题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压力很大 其实就是明明隔天要早起 但是都没有办法有睡意这样子 总之会在睡觉前都是睡 就是没有什么睡意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东西啊 判断谢小姐因为作息不固定 影响到吞黑激素的分泌循环 透过眼镜的专利光线刺激 帮身体重建吞黑激素的分泌频率 周遭很多亲朋好友都在吃安眠药 可是他们的依赖性跟副作用都很强 所以他们也看到他们越吃越多 所以也希望说可以自己不要用这个方法 带着同时不影响生活 从日本欧美等国家引进最新的飞侵入住眠产品 幕后推手是他32岁的蒋丰卫 压力大一定就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 那我们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商机 确实呢也发现到说很多的科技业啊 金融业啊 很多的这个上班族都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原本在金融业担任顾问 数字爆表的压力让蒋丰卫夜不成眠 身边的同事也多有类似问题 嗅到市场商机 让他毅然决然投入睡眠商业领域 我们透过比如说像认知行为治疗啊 透过不同的生理跟心理的方式 去更了解到睡眠这个议题 睡眠这个领域其实很复杂 它不是单一面向 它不是单一面向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是心音性的问题 它跟心理有关 有些人呢是生理性的问题 它跟身体的结构 包含身体的状态有关 近年流行的助眠科技讲究不用吃药 而是要重建睡眠结构 像是控制蓝光对脑部的刺激 调整吞黑激素的浓度 还有利用ASMR原理的摆噪音播放 不但有理论基础 肥心入室的方式也更受到年轻人欢迎 像是近年很流行的 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 那么你可以借由就是使用像薰草 科学没有薰草 或是辰森薰草这种 植类含量比较高的 天然草本萃取的精油 光有休息的方式就很有感 美国Naha认证的方疗师推荐 想要缓解焦虑的情绪 可以挑选杜松 雪松等木质吊的香气 而薰衣草 羊甘 菊 可以刺激杏仁和释放多巴胺 调整睡眠的品质 如果已经连续多贴失眠 就可以用盐篮草 让中枢神经快速放松 有别于这些新兴的科技产品 五千年历史的中医 对失眠当然也有独到心得 失眠在中医叫做不媚 分成心脾两须 还有肝肾阴虚两种 所以主要治疗方式透过降火 还有补须 睡前按摩 神庭穴 本神穴 硬糖 同时泡泡小 再喝上一杯甘麦大早茶 都有帮助 从传统医学到最新科技 各种解决方法改善睡眠 让夜不沉眠不再是问题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 站在一小时要订阅 跳不出 肥皂 帅